昨天何超琼和何超莲在珠宝展上同框 何超莲顶着红宝石项链笑叶如花 有不少人直呼没在现场的豆霄估计得在家偷着乐了 因为他终于要嫁进豪门了 根据媒体报道 明日何超莲和豆霄将在巴厘岛大婚 那个为了何超莲放弃一切的豆霄终于要如愿以偿了 早年豆霄凭着山楂树之恋楚桥传成为了巴林男星的顶流 可他却接连为了多个富家千金女友不停地葬送高光事业 甚至回踩那些给他花钱应援的女粉 赌王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 要是做我们家门的女婿三从四得是最起码的 从郑凯女友程晓月欧阳娜娜再到赌王千金何超莲 豆霄真的是个软饭男吗 多次人辱负重的背后他真的开心吗 有不少人说豆霄是靠着颜值拿下何超莲的 其实不尽然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豆霄的国籍并不是中国而是加拿大 这个外国国籍可不是他和何超莲在一起后改的 而是他从小就润了出去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 才让豆霄和常年在国外求学的何超莲顺利地搭上了话 19岁那年 豆霄早早地谈起了恋爱 其中一位女友还是个有点小名的模特 这名模特女友就鼓励豆霄去参加选秀 结果未曾想就是这次选秀改变了豆霄的一生 我一点才艺展示都没有 结果居然拿下了冠军 豆霄带着小麦色的皮肤 销售的长相踩在了评委的审美点上 一次获奖 不仅让豆霄拿到了不菲的奖金 还有广告公司去找他拍广告 从洗盘子的小时工 到高收入的帅哥模特 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 豆霄发现娱乐圈这条路 自己走走或许可行 他就开始暗自盘算怎么入圈 那就回国发展吧 毕竟自己入学还有着好的政策 就这样 豆霄以加拿大华一的身份报考的背影 他甚至一点专业基础都没有 就凭着表演空手道入了学 事到如今哪还有不上的道理 这个时候 山楂树的女主周东宇还在上高中 而导演张艺谋则开始联系 山楂树之恋的原作者 准备给自己倒步转型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张艺谋的名作 不论是红高粱 橘斗 还是大红灯笼 高高挂 题材都是比较深刻又沉重的 他本人就压着一口气 我就算拍文艺片 拍爱情剧 也能拍到最好 而山楂树之恋 就是张艺谋对自己的别样证明 2010年 张艺谋打磨完剧本 开始寻找静秋和老三的人选 大家都知道 这部剧的男女主角 走的可是纯爱路线 男女主角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要干净 所以张艺谋拒绝选用现成的演员 他跑去学校寻找大一的新生 或者是临近考大学的学生 其中身处高三学舞蹈的周冬雨 是被张艺谋一眼看中的 而豆潇那边却是足足面试了十次 我天天打车 连家坐地铁 跑去剧组面试 一趟就得是24块钱 那个时候豆潇虽然拿着自己做模特的收入 在北影读期了大学 但是学费生活费都得自己负担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十次的面试中 豆潇每天都省去早餐钱 换成去剧组的车费 说什么也得去熬到面试最后一轮 我一看导演是张艺谋 哪怕是倒贴我也得去啊 最后豆潇成为了老三的人选 并拿到了十万块的酬郎 这次的出演 让他坚定了自己当演员的信念 十万块钱从我家破产 我就再也没敢想过 更让豆潇激动的是 山楂树播出后 不出意料的大火了 自己也成为了张艺谋手下的金牌艺人 有不少人认识陈小月 都是从前男友郑凯那里得知的 陈小月的家庭背景不俗 父亲是某奢侈品中华区的总裁 母亲也是从属的高管 所以当年郑凯和陈小月在一起 就有不少人调侃 郑凯是抱上大腿了 毕竟做奢侈品的老丈人 手里的时尚资源肯定数不胜数 但是在郑凯之前 陈小月和豆潇可是打得火热 那一年陈小月从加拿大飞回中国 准备进军时尚圈 结果遇见了老熟人豆潇 早在加拿大的上学期间 陈小月就和豆潇认识了 但那时的豆潇还是个穷小子 附加千金自然不堪在眼里 而今时不同往日 陈小月就自然而然地和豆潇再续前缘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不过恋爱期间两个人都比较低调 豆潇是因为一人合约不能大肆声张 而陈小月可能也在骑驴找马 两个人谈了不到两年就分了手 其中和豆潇背上官司有着很大的关系 上面我们说到 山楂树之后 豆潇就跟着张艺谋混了 那部《金陵十三拆》中也有豆潇的客串 可就是这部剧 差点毁掉了刚火的豆潇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一个叫做张伟平的人 他和张艺谋可以说是十几年的战友 两个人在一起琢磨出不少有名的片子 并称为娱乐圈里的黄金搭档 但是亲兄弟有时候也要名算账 在《金陵十三拆》的时候 张伟平和张艺谋闹了大矛盾 郁墨的人选上 张艺谋一点看中了妮妮 而张伟平力捧没名气的韩西婷 因为韩西婷身后有着资本背景 老搭档为了钱和名哪个重要 开始争论不休 张艺谋又把十几年的怨气撒了出来 特别是那部满城近代黄金奖 当年就是张伟平为了赚商业片的钱 才让张艺谋整出了古代版雷雨 其中的主演人选也被张伟平搞得一塌糊涂 张艺谋背上了不小的骂名 再加上之前的陈年旧恨 两个人就掰了 张伟平为了逼张艺谋就范 直接扬言要收回艺人的管理权 其中就有斗肖 宣布不和张艺谋合作 斗肖以后的生涯就完了 但是背离张伟平自己就得吃官司 最终斗肖选择抱紧张艺谋的大腿 并赔上了三百万违约款 就这样一夜之间 斗肖又成穷光蛋 不过失落的这几年 斗肖也不是一物所获 她认识了拼命三娘赵丽颖 为后来翻火的楚桥传做好了准备 那几年赵丽颖凭着陆真传奇 追鱼传奇 以及姗姗来了步步高升 在她接下楚桥传的时候 就给斗肖打去电话 邀请对方出演角色 斗肖这个人特别真诚 你跟她相处特别舒服 长得帅 回来是 给人的感觉还特真诚 有不少女明星 都是这样评价斗肖的 赵丽颖也没例外 楚桥传拍摄期间 媒体炫发不停 斗肖跟着剧组去台湾做宣传 好巧不巧的 就和欧阳家搭上了关系 并随后和欧阳娜娜 欧阳妮妮传出了绯闻 有人说斗肖和欧阳妮妮在谈 也有人说她是通过姐姐追妹妹 等到楚桥传播出后 大家正堵着斗肖究竟选谁的时候 男主角本人却公然宣布 我和何超连恋爱了 所以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欧阳妮妮 根据何超连在节目上的讲述 斗肖对她是预谋已久的 在一场活动上 她主动给我打招呼 嗨 我们之前有见过 何超连下意识就有些反感 觉得这男人目标太明确 但是斗肖好歹也是个男明星 自己就客套性地留下了联系方式 结果短短半年 斗肖就把何超连迷得神魂颠倒 我之前没觉得什么叫满分男友 但是斗肖是我遇见最好的人 没有之一 从外部条件来看 斗肖的外形是满分的 至少比何超连的利润毫不逊色 其次作为当年最火的艳巡世子 斗肖的名气是有的 不过真正俘获何超连内心的 当然是斗肖的种种难得行为 简言之就是 所有事情的选择上 一切以女友为重 从和何超连恋爱后 斗肖就开始狂简戏约 天天陪着何超连游山玩水 咱就不提了 为了女友放弃事业 那也是一个人的自由 可为了女朋友 没有契约精神 甚至主动得罪一整个娱乐圈 这就有些不妥了 去年有一部斗肖主演的电视剧 叫《良辰好景之几何》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女主角是陈都林 娱乐圈里的艺人条约 其中有一条 就是要参演影视作品 要配合宣发工作 这点大家应该都知道 结果斗肖演完良辰拿完钱 先是剧不宣传这部剧 依旧在微博上天天晒着何超连的美照 最后迫于制片压力 发了组剧照 却完全没有女主角陈都林的脸 而且长文里 规避掉了剧组女一女二的信息 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何超连吃醋 可剧中的女主 都是按照要求宣传的 并圈上了豆硝 这到底是干啥呢 有人可能得说 这件事也无所谓 人家怕女友生气 也没什么大不了 结果何超连上了节目 还开始阴阳怪气剧组和作者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却被骂了 直接把原作者给惹怒了 就连豆硝的粉丝也说何超连太绿茶 最终何超连不堪网报 发了个道歉的微博 本来这是慢慢的也能过去 但是剧组人员又接连出来爆料 何超连不许豆硝拍吻戏 全程要求监视男友 何豆硝对戏的女演员尴尬不已 还得硬着头皮看何超连的脸色 这真是有点欺负人了 当然何超连之所以能这么盛气凌人 一是凭着自己赌王女王的头衔 其二就是豆硝的默认了 因为在事件发酵期间 豆硝还是不停地陪着何超连秀恩爱 充当女友的人形挂剑 自己烫了手 下意识还是赶紧哄何超连 更别提给准丈母娘当司机 为三房一家随叫随到 豆硝无时无刻地秀恩爱 为何超连当牛做马 直接获封了网友口中的何豆氏 有不少跟着豆硝近十年的粉丝 因此纷纷脱粉 当年这群粉丝为豆硝应援送礼物 整夜不睡地刷话题热度 他也表示自己毫不在意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是四千亿千金的男朋友 他还要在乎谁 不过总的来说 豆硝不拍戏也好 推圈也好 入锥豪门也好 那都是他的个人选择 但是老话说 吃水不忘挖紧人 如果豆硝要继续混圈 就必须得维护住自己的资源和人脉 一味地损耗自己的形象 伤透粉丝的心并不是明智之举 毕竟这年头 靠山山会岛 靠人人会跑 只有自己最可靠 好 好 好